以下车开始叫嚣呛瞎 没想到货车驾驶看似瘦弱 但脾气火爆 从车上拿起铝棒 就往对方身上猛打 甚至还勒住他的脖子 直接压在地上打 完全不顾旁边车来车往 29号晚间8点多 货车路性驾驶行经国道1号 新中网五谷路段 下交流道前突然变换车道 引发轿车驾驶不满 轿车超前直接挡在前面 驾驶下车还想理论 没想到落得挨打的份 后方驾驶下的急闪避影片 PO到网路上引发网友讨论 以为货车驾驶体型瘦小会被KO 没想到轿车驾驶虽然体型壮硕 却踢到铁板无力招架 双方驾驶人一试变换车道 互不相让导致行车纠纷 四小客车驾驶将小货车 难停在车道上 那四小货车驾驶一下车 已经拿着球棒往四小客车驾驶身上狂打 那最后两人在车道上扭打 造成其他车辆必须闪避经过 对方乘车到吗 起屉为什么这么激动呢 面对大阵仗媒体 路性驾驶态度嚣张 国道上危险燃车 涉嫌公共危险强制等罪嫌送办 而货车驾驶也依照公共危险罪移送 两人把国道当格斗场 事后互告伤害 下场就是统统移送 赞理事由蒙古华红兽上新北报道